花仙子拿起花束与同伴们翩翩起舞 以优雅美丽的芭蕾舞为2023桃园花彩节揭开序幕 今年的桃园花彩节以花舞童话为主题 在大溪月梅地区规划总共22公顷的历届最大花田 其中在8公顷的创意花田中 将呈现20多款经典童话故事图腾 并设置了糖果屋、花仙子等地景艺术装置 还有一系列市集活动 是否欢迎民众前来赏花 我们第九届的桃园花彩节 即将在10月11号到10月19号 横跨两个桌六幕 在我们的大溪月梅休闲农业区来举办 这一次我们的展区高达22公顷 我们的花田是历来最大的 有8公顷的面积 都可以看到很漂亮的这些花海 我们的装置艺术也非常多 包括有高达5公尺的我们的糖果屋 我们的花田的彩味有非常丰富的这些童话 包括我们的美人鱼 我们的小红帽三只小猪 或者是白雪公主这些图腾 都可以在我们花田里面来看到 另外一方面 我们结合我们休闲农业区的六个农场 我们办了非常多的食农教育的体验 那我们欢迎何家大小利用这9天的时间 来到我们大溪桃源花海节 好吃好玩好康好精彩 欢迎您 受到下雨影像 今年花彩节预估花期可能较晚 不过活动为期9天 从11月11号到11月19号横跨两个周末 加上北恒国家风景区在近来 新设立的游客中心和整修完成的 慈湖园区陆续对外开放 台湾市长赵盛政也邀请民众 不妨规划一趟大溪北恒轻旅行 欣赏花海以及山林之美 立井因素是非常小朋友喜欢的糖果屋 我相信说在前一阵子 我们万圣节刚过完没多久 小朋友非常高兴的过完 这次到大溪的花彩节 有糖果屋还可以让他们过 另外一个非常快乐的花彩节 那么大溪前一阵子 我们的北恒游客中心开幕 我们上礼拜这个植物园区也开幕 大溪现在美不胜收 太多太多景点可以去看 所以呼吁我们所有桃园的朋友 到大溪来的花彩节 还有刚刚讲的游客中心 慈湖一连串走在一起 是绝对绝对让你全家 非常非常高兴的一个旅游行程 为了因应游客车潮 市府也公布配套交通措施 规划接驳巴士 提供民众搭乘往返花田 停车场和大溪岛街 建议驾驶朋友们 可以把车停在七张福德宫 或是月梅停车场 以及山珠湖生态清水园区等 以环保爱地球的方式 欣赏浪漫美丽又梦幻同趣的花海 记得雷迪南方道